現在已經12萬人左右 所以對老人福利的這個照顧是非常非常要緊 對我們地方政府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業務 我在酒店的時候就提起一個政見 這個政見叫做一鄉鎮一石堂 一鄉鎮至少要有一個老人的石堂 經過三年的努力 我們團隊也很配合可以說是毫無見識 而且我們經過2017年台灣登陸會議的一個考驗 展現了這個團隊堅強的執行力 最後這一個過程最需要明明的是什麼 欸 最近我們的這個環境當然有很多的困難 那其中的挑戰屬性的話還是這個垃圾的問題 那垃圾的問題存在不然我們把你們先天的條件切除 就是說我們現在忘記我們自己要做國民的最貨區塊的一個自主的處理能力 所以我們積極想建立這樣子的一種這樣的辦法 所以說 如果我們在鐵國城市區塊的話 這個最新的一個處理的這個系統 MBT這個系統 我們也不中央 綠正經驗的那種專業的支持 一舉而成 先垃圾的整體 我們都在這邊 這麼久 我們就還是不中央 在這一個族美度上的發展 我們就在那邊副師匠 的那種族 我們就在那裡副師匠 裡面副師匠 我們也會有很好的 我們應該是看到 我們應該是在這次度